那我们的学生基本上是来自于技职院校 我们还给他基本的学理教育 包括物理化学 尤其像雷射 喷印等等这些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那3D列印就是一个综合的技术 他们学了这些学理之后 他们出去外面就业就非常容易了 HP的技术基本上就是用非常多的喷水 喷印成型 一旦成型之后再把能量加进去 那这是一个科学化的根据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导入高速3D列印 HP就是全世界第一个高速3D列印的技术 那举例来说像是在老师在教学的时候 如果他是用一个有颜色的模型去教导学生 可能这样子会对于学生的话 会比较容易了解老师想要教的概念